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11月份的主题单元 靠近2023年啰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2023年的感情运势以及人际关系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的是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桃花 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更多贵人的帮助 对吧 所以在谈到这个主题 我们要首先来看到流年木星的位置 流年木星在12月20日到2023年的5月17日之间 都会待在白羊座 所以各位可以感受到 这个木星它在白羊座 木星它代表的是一种成长扩张丰盛 还有幸运的力量 所以它待在白羊座 就带来的是 如果我们愿意去开创 尝试新东西 有勇气一点 那么自然然就容易怎么样幸运 而这个木星它所触及到我们的领域 比方说触及到你的财博功 你的感情功 那一方面自然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我们今天来聊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人际 所以在2023年5月17日之前 其实上升或太阳 在白羊 狮子 射手 以及呢 白羊对宫的天秤座 是最为好运的 因为这一颗木星啊 就直接给予了 刚才讲的这四个星座 比较多跟人际方面啊 贵人啊 广结善缘的机会 对不对 我们最怕就是没有机会 那么也最怕的是 你只认识一点点人 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么当你认识多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机会也会相对比较多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两个原因呢 会让火象星座刚才讲到的 白羊 狮子 射手 以及天秤座朋友 在2023年的上半年 成为啊 这个当红炸子鸡 那是什么呢 第一个啊 就是呢 在4月20号的时候呢 刚好有一个白羊座的日食 而这个日食呢很有力量 所以也会为刚才讲的那4个星座 带来一种 好像开启一个契机 一个跟别人有更多成长 互动连结的可能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重点是啊 一年半才逆行一次的金星 他在2023年呢要逆行了 那么金星平常啊 在一个星座大概待什么 不到一个月啊 将近一个月 可是呢 2023年因为金星逆行的关系 所以呢 从6月5日到10月9日左右 金星呢 都会待在狮子座 当一颗星呢 在某个星座待很久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就会不断的创造机会啊 当然也许有些问题 可是可以透过解决 或学习来改善嘛 所以金星在试座待这么久 自然而然的也会帮助 刚才讲的那几个族群啊 特别是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 狮子 射手 还有这个天秤座朋友 带来更多感情机会 所以呢 我觉得 嗯 这个怎么讲呢 2023年应该可以说是 上升或太阳在火象星座 以及天秤座朋友的感情的望运 你们是算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好运族群 当然 如果你没有被讲到你不用难过 如果呢 你是上升或太阳在金牛 处女 摩羯 土象星座 或者是呢 哎 金牛的对公 天蝎座朋友 你们的好运呢 其实是在5月17日 因为呢 这个代表幸运的沐群啊 从5月17日开始 他就以往金牛座了 而且会呆到2024年的6月 好 所以呢 当沐羯以往金牛座的时候 对于这个族群 金牛处女 还有摩羯座朋友 就该你们幸运了 沐羯呢 走进了我们这个跟人际关系 有关的宫位呢 他会带来的是 认识新朋友 恋爱 桃花 结婚 或者是有异国恋情 当然也有可能怎么样 怀孕生子 那更重要的是呢 因为沐羯一旦他进入了金牛座 就会跟天王星 待在同一个 星座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到了这个下半年怎么 这个族群 他的恋爱 或者是他的结婚 或生子来的特别快 有天王星闪电的状况 也可能是他交往的对象 忽然跟以往都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到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觉得这对土象星座族群 是一件好事 另外呢 其实在今年呢 2023年呢 也一样有两个月时 一个是5月6号的 这个天蝎座的这个月时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10月29日的 金牛座的月时 所以这两个月时 其实也在暗示 这个土象族群 还有天蝎座的朋友 很容易在感情上 会有一些新的决定 那么事实上延续2022年 你们可能就有一些感情的变化 所以在5月17号之后 甚至到2024年的上半年 我反而觉得土象星座 有一种后来居上的感觉 那么在2023年 其实目前他走到这个金牛座 大概15度多的时候呢 他就会逆情了 所以如果你在2023年下半年 没有办法那么快完成你的梦想 比方说你是打算结婚 但是你是有恋爱的 也许呢 他可能在下半年发展之后 甚至到2024年的上半年 开花结果也不一定哦 就要恭喜这个土象族群的朋友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呢 上升或太阳载 风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双子天秤还有呢水瓶座 那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天秤座是跟火象的那个族群 在2023年特别旺的 所以我们就先跳过 那来看到双子跟水瓶 双子跟水瓶呢 在2023年的上半年 他说的人际好运会来到一个顶峰 他是延续你过去几年的努力 还有人际人脉的这种累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要恋爱 当然可以把握上半年 另外我觉得也不是恋爱啦 就是你们本来就是 比较擅长跟朋友啊 互动啊 或者是拓展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种社交桃花 或者是人际的财富 你们特别容易在2023年的上半年得到 不过有一点可能开始有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呢这个因为在2023年3月的时候啊 土星就会离开水瓶座 进入双鱼座 所以对于上升或太阳在水瓶座朋友 你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再加上呢 可能木星来到你有利的位置 特别能够呢让你呢 在感情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呢 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哦 那反过来看 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 可能呢你先前很多努力 到了2023年呢 哎可以展现的更棒 可是因为土星呢 会在3月进入了双鱼座 也就是你的事业工 那也代表的是说 可能呢你在2023年 必须要接掌重要的任务啊工作 所以你的人脉呢 除了是帮你加分以外 往往他也会给予你一些成长的动能 还有责任的压力 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运用你的人脉 或者是你要好好的做决定 当然有没有可能 你在这个时候 想要做这个结婚的计划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他会开始为你带来一个 比较稳定或是固定的 哦这种一种力量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你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哦 那么再来看一下哦 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水象星座的朋友 水象星座呢 反而在2023年的5月17号以后哦 慢慢的有一种开始反弹 运势回升的现象 因为呢木星来到你们 人际关系有利的工位 所以呢当然 你想恋爱 你想认识朋友 你想加加深关系 都是不错的 那在水象里面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 上升或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 下半年是特别容易有 这个结婚生子的机会 或者是恋爱桃花的可能 可是呢 我们还有两个星座没讲到嘛 一个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 另外一个就是双鱼座 那么巨蟹座呢 我觉得来到了2023年呢 你们也有一种 转换这个气场 或者是心情会比较海阔天空的感觉 因为在过往呢 前面几年呢 巨蟹座可能会受制于 人际的关系 或者是大环境的影响 你可能会往往会为了爱 去付出很多 但是不见得有 你想要的回报 或者是你比较是承担责任的 那一个族群 可是到了2023年呢 这个土星离开了水瓶座 那么以及木星来到对你有利的位置的时候 你反而呢 开始更能够表现你的优点 甚至呢也容易在群体 或者是这个家族啊 朋友群里面 得到大家的注意跟肯定 那你说这个感情有没有机会呢 当然是有的 因为通常啊巨蟹座类型的人 很容易有这个进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 所以可能有机会跟大家互动之后 自然而然能够在身边发展感情的缘分 那么双鱼座朋友呢就不太一样了 双鱼座呢在5月17号以后呢 的确有比较多认识啊 或学习啊的机会 然后呢 往一个感情的方向发展 也可能呢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什么关系变得更好 可以谈心啊 进一步的了解跟支持 可是因为呢2023年3月开始啊 土星就会进入了双鱼座 所以双鱼座在整体的运势上面来讲 有一种在2023年前面 他可能慢慢感受到 要去做一个选择 要去承担一个责任 或者是要依照自己的企图心啊 做出不一样的人际的规划 这样的规划会决定你下半年 到底跟谁在一起 然后跟谁可以一起 完成很多的事情 或者是谁是你的伴侣 陪伴你走过2023年啊 所以双鱼座朋友在2023年呢 一定要怎么样顺选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那么双鱼座才会在2023年呢 感受到不一样幸福的气氛 以上呢就是我们11月份的主题分享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个月再见